郑榮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国家要表示,市场对加息预期降温,隔晚美股纳指及标指再创纪录新高,港股表现相对落后,但近日重拾声势,指数成功企稳29,000点关,短线阻力在3月至今的上落区间顶部约29,500点。 后市能否进一步突破,仍要视乎新经济股表现,若中期业绩理想,大市可望向上挑战3万点关,计安踏体育02020发型起后,理002331亦预计上半年多赚于1.6倍。 刺激股价炒起兼破顶,国指出,自新疆棉事件后,内地消费者对本地品牌的认受到提升,企业提价能力亦比以往强,相信对其无利率及盈利有帮助。 不过两股股价升势过急,以待回调再分注吸纳,国有指,科技股回稳,腾讯00700由低位持续回升,但走势相对阿里巴巴09988及美团03690落后,尤其是北水有资金流出,对腾讯股价带来影响。 不过,长远而言,腾讯在业务稳定性及监管风险仍教其他科网股优胜,市场仍观望其中其业绩表现,尿可维持高增长,600元留下仍有长线吸纳价值。